前文讲过《明人宗猝死之谜》,不管也史上所记载的是由于明人宗因后非的矛盾,在斡旋的时候,乌饮毒酒而致死的,还是正史上所记载的明人宗,为了治疗阴症,而服用金石之药,最后可能中毒身亡。 但似乎另外一个细节,是需要更加重视的,就是明人宗的长子朱瞻基,或许是为了皇位,而害死了明人宗,这可以朱瞻基在明人宗,在去世前的一些行为中,细细的揣摩,似乎能理出一些头绪。 明人宗的长子朱瞻基,是一位善骑射,深谙武士,而且也很热衷权力的。 他既有祖父的英武,也有父亲的睿智。 成祖在世的时候,深得成祖的赏识。 在永乐九年,朱瞻基十四岁,明成祖更将朱瞻基特立为皇太孙,作为皇位的第二继承人。 朱瞻基一改人柔怯懦的形象,对威胁其父太子的地位的人,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反攻势态。 有一次朱高氏作为太子,奉命带领朱高旭、东孝陵去祭奠明太祖。 由于朱高氏身体肥胖,脚上又有病,虽然旁边有两个太监搀扶,但走起路来,还是极为吃力的。 并且有几次差点跌倒,朱高旭走在太子的后面,看见太子的狼狈相,不觉得笑道。 前人搓跌,后人知景。 太子朱高氏听了这句讥讽的话,并没有什么表示。 这时突然听到皇太孙朱瞻基朗生街道,更有后人知景也。 皇太孙朱瞻基和朱高旭的对话,与螳螂铺缠。 黄血在后的成语是很符合的。 朱高旭听了这句话后,不由得大惊失色。 他深感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。 又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。 朱瞻基热衷于权力。 功于计谋。 这一点对他来讲,绝对不是恭维之词。 据学者考证,认为永乐十四年朱高旭的谋反和永乐三十一年朱高岁的谋反。 其实背后的策划者,就是皇太孙朱瞻基一手策划的诬陷。 从永乐二十二年,公元一四二五年七月成祖驾崩。 东宏西元年公元一四二六年六月宣宗继位。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皇位便从祖父传到了孙子,以先宗朱瞻基处事的果断和机敏,以及处事周全的能力。 但是他的继位,还是留下了种种的遗团。 在宏西元年四月十四日,朱瞻基作为太子,从北京出发,前往凤阳祭祖,而后赴南京。 就在朱瞻基出发后,宁仁宗还出京到昌平纪长陵。 显然宁仁宗朱高岁并无大病。 五月二十日,仁宗忽然病重。 这时朱瞻基的党羽,宦官海涛,受命出京召回皇太子。 但奇怪的是,朱瞻基竟然出人意料地在六月三日赶回了北京。 海涛和朱瞻基往返只用了二十天,南京和北京往返全程近四千环里。 在当时交通的条件下,几乎没有可能。 更何况,以朱瞻基出发的时间和里程计算。 他需经过河北、山东,折入安徽,在凤阳举行祭祖仪式,而后转向南京。 以当时的日程推算。 最快也要到六月中旬,才能到达南京。 朱瞻基五月末还在南京。 六月初就已经回到了北京。 这其中必有引擎。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坐实。 那就是汉王朱高旭。 他的所在地是安乐。 安乐的位置处在南京和北京路上中段的东侧。 毕竟朱高旭在京城的耳目是很多的。 以他得到讯息的迅速和路程之短。 当朱高旭得到明仁宗病重的讯息后,立即派出了京骑马队。 准备在半路截杀朱瞻基。 结果却令朱高旭大失所望。 连派子的影子也没有追上。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。 其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。 明仁宗对这个酷销成组,而全不累己的太子。 一向是没有好感的。 朱瞻基在稳定他的地位,做出了很多的努力。 虽然朱高旭都看在眼里。 记在心里。 但父子之间,一直都很疏远。 明仁宗之死。 传言很多。 但大多数是与贪恋女色有关。 或者说是阴症。 就是刑房事后助良。 所致知觉症。 而当时明仁宗亲信的幻官海涛,已经早已成为了朱瞻基的党羽。 或许也能从中揣摩出一些东西吧。 另外朱瞻基4月14日离京。 是没有安日城行进的,而是直奔南京。 在朱瞻基离开南京前,南京城内已经有传言说仁宗上宾。 而当时北京还未发发,当时也没有现在通讯手段。 那为何讯息穿得如此之快呢? 通过种种的迹象表明。 朱瞻基有恃附谋畏的可能。 这只是个人的见解。 朱瞻基是否有恃附谋畏的可能。 也欢迎发表自己的见解。 朱瞻基是否有恃附谋畏的可能。